欢迎再回到现场 那么今天的代理一定会非常精彩 我特别要请两位老朋友来跟大家解读 在中国的这一次的从先富到共同均富 在这个路上中国未来所可能面对的问题 我想在2018年之后 我对中国经济开始很保守 我讲的时候大家都不太相信 那么现在看起来情况有点不太妙 好 这两天我们看到一个比较重大的新闻 你看到这个是三合令的一线演员男主角叫张哲瀚 他在2018年的时候到东京参加朋友的婚礼 就在那个晋国神社前拍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让他现在所有的演出的机会都没有了 广告也下架了 那这两天不断的在猎屋 这个类屋当中赵薇穿过河服 这个照片被抓出来 现在看起来情况不妙 在中国的演技圈 他开始掀起一个你难以想象的新的风暴 另外一个我们也看到这个在 微信上微博他特别讲他说针对个别收入高的人 如果为实际申报纳税人 现在正在立案调查 这个也是对所有富豪开始大砍一刀了 那我们也看到最近这个信报 因为他现在言论管制他就用一张漫画他什么字都没写 但是这张漫画有一个巨人的头 然后看着锅牛 那告诉你你都不要讲话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马云现在去学油画去读老庄了 所以大概已经退居二线了 这个时候这个马云在讲他说中国的富豪这个下场 他说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中国在这个世代里面顶尖的企业家 但是他也明白历史上先出头的企业家最终结果大概都没有好下场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从王兴写的一个一首诗上面叫浮文书坑 有人在引设指他引设这个习近平 结果他现在美团也陷入困难 美团这次股价从460掉到199 然后这个宇敏宏新东方 新东方这次灾情惨重股票跌99% 所以这个补教业现在看起来情况严重 那同时我们看到阿里的现在税制也没有了 还有呢社会改革当中我们也看到这个现在茅台的股价 也是从2627.88 现在掉到1525 这个跌了1.9兆人民币 全方位的监管 那我相信这个是会带来很大的获奏力了 中国的外贸 这个商务部现在在警告 外贸形势险进 彭博为统计在这个回合当中 中资股所下跌带来的这个市值 重大损失大概跌掉台湾 四成的上市公司的股价 那现在从先富到共富 那下一个到扩中 我想习近平到底要把中国带来往哪个方向走 这个美国的媒体在统计 他说习近平每次讲 共同金库讲越多 大概富豪倒霉的机会越大 那现在今年是历史上最多 已经讲六十几次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 富豪现在大家频频遭殃 这个对中国未来的发展 我想应该是面临一个 三十多年来我们所难以想见的巨变 今天我们要请我们老朋友陈松兴博士 跟观众朋友问候一下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这个是蔡志冬在金座刊几十年的文章 大家非常欢迎的乾隆来 我们请蔡志冬跟观众朋友问候一下 各位观众大家好 陈博士好 欢迎两位我们来针对这一次 我想我刚刚把那个背景给大家做了一个说明 我们先请陈博士来把中国经济这一次 这个拐点它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我想看好中国经济是几十年来 全世界的选学 你如果到美国 这一次我在想说 如果这一次在美国挂牌ADR 那个中资股 中概股跌成这么惨 你想美国社会那些华尔街 像Daliel Ray那些人 都是忠心跟中国站在一边 而且他们是唱衰美国 一看好中国的人 现在这次一砍砍下去 他们损失惨重 等于是中国这次也得罪了华尔街这些 这个巨鳄 那这个对中国来不得有利 那我想陈博士怎么看这一次 习近平的共同军户的路上 他会带来什么样的护作力 好的 那个这是非常关键的时刻 刚刚这个主持人也提到了 也很这个重要 那因为中共目前出钱出得很快 然后看起来很乱 那很多人就是看不清楚为什么 那我这个地方跟大家整理一下 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习近平本身呢 就坚持走这个马克思的这个主意 所以这个政治经济协里面是很清楚 他就是要回到这个路线来 他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说 过去他执政以来 从12年总书记担任那个领导人 然后总书记之后 他其实一直在做都是靠负债在支撑 因为他要建立一个经济强国跟军事强国 其实他从来都没有整理过 他目前的一个经济的一个一些困难所在 一些的主要的就是结构性问题 好了 目前他碰到的就是说 社会普遍性的有一种不满 这不满里面的情绪 包括这个年轻人里面讲的躺平 或者是说在社会里面的这个内卷化 也就是说我们都不要努力 因为努力也没有用 那这个时间呢 大家来讲这个经济不好 或者不平的声音出来 对他执政是一个挑战 所以他必须对社会有所回应 那贫富不经里面 很多的原因就是说 他现在才开始在引导大内宣 就是要等于有点仇富 还有一些民族主义 就是说这个呢 都是邓小平跟江泽民时代改革开放造成 因为先富嘛 所以就有这些的这个收入的不公平 贫富的差别 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 可能要理解一下 其实他在打压这些的企业 基本上是没有选择的 因为美国已经要干了 其实他只是先出手 因为美国在去年国会通过的法案 跟今年的执行宣布就是说 在美国上市的这些企业 250到280家之间 你如果没有揭露的话 其实你就准备下市 那中国当然不会让他揭露 所以其实他还准备下 所以我看习近平是说 我知道你要打我 那我先打 那我打就是把我目前甩锅 就是说我社会问题 其实就是前面 我们讲起来在江泽民时代 特别是 那还有邓小平 所以你要看到他目前 在出一个特别的第三次的文件 就是要让这个邓小平 过去的改革开放政策 被否定掉 就是说今天的不公平是你造成的 那我现在就是要来做这些整顿 不管是有钱的企业 有钱人家或者什么的 包括等一下我们有机会再来谈一下 是说这个 全民均富的概念 其实都跟着有关系 好我想这个陈博士刚刚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指引 现在从共同均富 这个等下我再特别请教你 那我想我们也知道 这个是习近平的新的棋局 这个棋局当中 现在其实他所造成的后揍力其实非常的大 我们来看这个股价 你看到阿里巴巴的股价最高309.4 他这次掉下来掉了151.2 腾讯是775掉到412.2 那你可以想见得到 腾讯跟阿里是代表中国最大型的公司 市值最大 前市任里也没有看过那个最大型公司 一次市值掉一半 掉一半你知道 那种大股票一定是华尔街那些大户 一定会基本持有的配备 这一次他们一定是受到伤害损失 一定非常惨重 我特别看了一下 在今年的6月以前滴滴挂牌之前 其实美国的科技股跟中国的中概科技股 走势是一样的 但后面到了6月以后 大概就开始急转直下 急转直下当中 他也造成重伤害 比方说这个是附深 Karin Shares这个中国网路ETF 他从104.94掉到最低43.1 金中安特别提到的Steam Roach 其实我盯他盯了很久 因为在过去很长时间 这个Steam Roach是美国 极端看坏美国 极端看好中国的代表 他曾经担任 Morgan Stanley的亚洲区总裁 这一次他特别下招最急 他说谈到中国 我是一个先天乐观主义者 但是我发现中国政府正在针对驱动经济的民营企业打压 而且是选定核心商业模式 这个他是他说对中国锁定科技龙头股往实力打 这个谈话其实是 人家说他是忏悔的 那我去年对他说美颜会暴跌35% 我是非常不以为然 所以我先顶着他 那现在他写的忏悔录 我想这个对所有华尔街的人来讲 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 你看Cashwood这次把中国的这个持股 大概从8%降到0.33% 最近又回去买那个京东 造成当天股价涨到16% 但是也是谈话一线 那我想这样的一个方向 从未来这个中国现在所呈现的这些 对追求共同金户下的政策 你怎么观察未来对世界的影响 那个我们我想传统的人 大家都很熟悉一句话 叫做跟着共产党的政策走 好日子在后头 那这次最大的转变是这句话 后面加了一个问号 那过去现在最近遭受到这个 这个严重监管的 受到打压的 受到财富损失的 全部都是跟着共产党走的这一群 始终的粉丝 那你想想看 就说刚才有在讲就是那个 整个中概股指数在过去五个月之内 跌掉7690亿美金的总市值 算起来大概新台幣21兆 那这个21兆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新台湾上市公司的总市值 大概52到55兆这个中间 21兆就等于在五个月之内 40%的台湾上市公司被烧光了 那刚才这个我们也讲 讲就是说这些市值的这个损失呢 可能很大一部分是孙正义 是新加坡的这个淡马席 或者是美国的这些 Private Equity 这些私募基金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哦 这个中间还有一大块 数以十万人记的这个 仅仅跟着中国的政策 富起来的这些城市的中产阶级 有些他们是自己的钱在香港 在美国买这些中概股 还有很多是在国内买他们的这个 海外基金 海外基金再去投这些 这些跟着共产党一起富起来这个新兴中产阶级 这一趟都损失惨重 那刚才也提到新东方 那我们看新东方 其实不只是余米红 我讲这个余米红的处境叫做一夕回到解放前 30年的这个努力呢 瞬间 在短短的五个月之内就归零 他知道说要紧缩但是不知道会紧缩成这个样子 那他所建立的这个王国呢有117间学校 还有1500多间的这个他们叫学习中心 事实上是补习班 那有4万6千个员工 那个员工基本上都是高教育的老师 那这次呢一次全部被这个一胖打的血肉模糊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说 整个新东方的这个产业链呢 这个在一夕之间就崩盘了 那不只是这些教育的人员 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这个把这个房子租给新东方的这些房东 还有在这个新东方补习班1500多个补习班 这个周围的这整个的这个Ecosystem 全部都垮掉 那新东方还只是一个头啊 后面还有好位还有高途 还有这些正在新兴的这些所谓的网络的补习班 我算过他整个补习的产业链的从业人员绝对是超过100万 那这一棒的这个整数呢 其实对于整个的 不只是国外的股东 不只是国内的新兴的中产阶级 还有包括他们的就业 都产生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那这些人都是跟着共产党政策走的 那怎么没有好日子了呢 我想这个 因为当然现在因为中国他这个 在网络的这个控制上非常的严格了 所以你说 他们这些人会一起来造反 我觉得这个在短期之内是看不到的 但是这个长期的对中国的这个整个经济的压抑呢 是非常非常显著 而且是大家绝对不能够轻忽的 这一次 习近平的这个打压的资本主义啊我想特别 请教陈博士啊我们来看 中国其实有几个重大的转折 刚刚我们讲到 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当中啊我觉得 我在1978年的时候看到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 我我对中国的未来我充满信心你知道吗 所以我当年有读气管就跑东亚的时候 这个是引发我今天东亚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的研头啊 让少数人富起来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 摸石过河这是中国经济奔驰30年最重要的评鉴最重要的一个 原动力是在江泽民跟胡锦涛的时代 他们走的几乎是最彻底的资本主义 所以你能搞就拼命搞 大家因为穷了很久了 所以那个就像老虎 晃出那个闸门开始狂奔了 所以最有最聪明的 像马云马化腾他们运跑前面 这个叫少数人富起来 但是 到2012年 习的改革反贪腐以后开始 但是不明显 真正最大的威力是 到2017年的时候厉害了我的国 一带一路跟中国制造2012 这跟邓小平1978年改革刚好是相反 现在这个发展就变成美中 本来美国跟中国站在同一边 但是到2017之后美国已经发现中国的 霸权的扩张 到2018贸易战开始 从川普的贸易战 科技战到现在这是金融战 那我相信这个金融战一定是非常惨烈 我们回头看就是在 从 先富到共同均富 这个路将来中国怎么走 陈博士 我先解释一下 其实这个习近平这一次的这个打压 不管是说这个 网路业者 科技业者 补教业者 或者地产业者 都有一个共同的 特点 他们都是在江泽民时代的受益者 尤其是 但是教育改革 教育商业化在大陆 是那个时候江泽民时代 他一位很要好的 女部长 很要好 他是让他可以走到这个商业化 所以其实他的教育就是那时候开始走乱了 那我刚刚提到 是说目前因为这个 基本的条件 都已经出现了很大的这种障碍 所以他必须要去做甩锅 那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不管他打哪一个 他就是说这都是邓小平时代的 问题或者是江泽民时代问题 所以我们讲是说 那个归类他 他就是去邓小平化 然后就甩锅过来 但是另外一个 他本来就是要走回到这个沿南路线 所以我们称他所谓的第三次 中国共产第三次革命 就是说 毛泽东是第一次革命 邓小平虽然没有讲 但是他是革 这个毛泽东的命 那现在习近平是在革邓小平 那这里面都是跟政治势力有关 所以这次中奖的大咖 大概都是跟江泽民有关的人 因此是政治上 他是一个保卫战 所以在加上说现在走到这一种 这个全民的均富的概念里面 基本上就是说 国家的财政状况非常差 你如果看他的负债的话 是GDP300%以上 我完全不能够理解 他有什么实力在去做投资 因此他必须要去 截付 也就是说 我今天这些公司 他们有个动作 不只是海外上市要管 你每一个公司 都要把1%的股钱让出来 换句话说都国有化 我上面的人都把你整顿掉 我接收 接下来你们这些有钱人 不管是演艺人 什么人 只要是有钱人 大家都来乐奸 我们在大陆住的时候知道 只要有什么事情就是乐奸 那这种情况之下 以目前大陆的情形 当然有少数的人 尤其我们称叫小粉红的 就是以前愤怒的年轻人 他们这些人也许会满意 因为他现在的思想里面就是这样 他把现在的交易里面的英文教育取消 进去摆进去的枪 这种必修的课是 只为习近平的思想 他就在做洗脑了 那就是说他在考虑他未来 因此他的想法完全就是说我如何能够永久执政 那我如何能够趁机会把我可能的政敌 尤其是江泽民派系的 一票把他打光 那因此这个是里面的动作 会不会有效呢 当然大家都乐奸 可是现实的来讲 如果你现在看他出口 接下来其他各国疫情好转了之后 他出口 原来转来单子不会有了 他的内需是很弱的 其实他通货膨胀是很明显的 他失业率有没有上来 上一页数字是说只增加0.1 鬼才会相信 光是补教业者就已经多少人了 所以是说他现在面临的是 全面性的经济的困境 就是他长久以来 不去做改革 突然之间都出来 那他没有结了之后 那我通通甩给别人 趁机会把他收回自己的所有 所以他目前是这种现象 那我觉得这个中国的经济 在这种情况之下 本来他的动能就已经在下滑 那这下下去的话就很麻烦 因为经济成长动能下滑 可是他的通货膨胀 因为全球的关系 通货膨胀是在上来 所以他最好的情况就是说滞胀 停滞性通货膨胀 但是也很有可能 他走到衰退 因为美国就知道说你最大的弱点 中国中文台上 你最大弱点就是经济 我就打你经济 金融我断掉你的银根 那不是很缺 所以美国本来就是要断掉你 只是说习近平知道你要断我 那我自己先断 我看未来中国的发展 恐怕还有很多蓄极性的发展 这种断法 其实 断下去就很难上来 就是说我先前形容 中国现在所面临的是 90年代的台湾病了 什么形容呢 台湾那一年股票168 以后 资金也跑人也跑了 房地产 杠港太大 你知道 90年代我讲过很多公司 必然会倒 后来他们大概都倒了 没有 无意幸存 现在你只要看恒大 恒大是 从他负债 单单恒大而已 是 1.95兆人民币 这两天股价 掉到 4块多以后 市值剩560亿港币 你知道 1.95兆的负债 还有他有几千亿的美元在 这个 利息是8.25%以上 这个击重难返 我相信这情况是严重的 我想这个 蔡宗你来分析一个 最近 这个 华尔街的 中美在金融圈有一个 沿州 会议 这个沿州会议 他主席叫商顿 那 我们也看到在最近这个 整个华尔街的这些基金 大家都大力减码 中概股 这个中概股像荒州也是一样 像 摩根斯兰利 他MSG 那个金融指数 我看跌得很惨 大家 现在都觉得 这个 你搞成这个样子 华尔街那些 措手不及 他也很惨烈 现在大家希望透过 沿州会议 能够 重新 弥补 伤痕 但是 现在这一次的伤害看起来不容易 把伤口 医好了 所以我们怎么看在 现在 原来华尔街那些人 你知道那个川普要制裁中国的时候 他川普润念的时候 华尔街都不支持 美国华尔街是最亲中的那个代表 那这一次这样一个事件对美国未来的 那些基金公司 华尔街的大亨 他会造成什么影响 说到这个 华尔街这个 跑到北京去开的这个圆桌会议 我有一个很好的形容词 叫做 邓小平 打左灯右转 习近平呢打右灯左拐 那这是一个 这个不会 改变的趋势向左转是不会改变的趋势 那 你可以看这个基本上就是刚刚我们一直在讲的1978年改革开放还有2000年这个中国加入WTO 20年来最大的一次的这个这个经济结构的这个转变 那 中国呢我自己这样认为了他现在状况 真的状况不好压力也很大但是不会一戏崩盘那么大的国家大家看 这个委内瑞拉或者是阿根廷到现在为止都还可以维持一定的 那中国其实这个在 这个压力之下我觉得他还可以承受一定的压力但是 每次压力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他就会稍微打一下右转灯 让你的 华尔街的人进来看一看啊 那政府可能也偶尔会 会进 这个进场去做一下护盘的动作 让你觉得好像他没有真的要左转 但他事实上他还是在左转 那 所以我对这个原厂会议我基本上觉得是吃个安慰剂 退烧药 退烧药过了以后他又上来了 这一次如果看 这个金融指数 这个MSCI 他压力很重 但是如果这张表 这个是你整理的 就是 从金融指数的成功股里面台积电 腾讯阿里巴巴他们都还前面 AIA还有美团 到中国建设银行到证交所 京东未来到平安保险 平安这次积累很惨 也有很多人在讲 那个金融指数 上面第一名就是台积电 台积电怎么会是中概股 一定会杀台积电 台积电应该声明一下跟中国无关 这个你怎么看 整个的那个发展 我用一个形容词叫做黑洞理论 就党中央的像一个大的那个黑洞一样 他不断的把周围的这个资源都往里面收 所以你可以看刚才包括 包括这些演艺人员 包括补习班 包括房地产 还有包括他们地方政府 因为 地方政府的卖地的收入本来是归地方政府管的 但他去年就把地方的税务局全部收成国税局 然后今年又规定就是说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 地方政府不能管 要国税局来 中央来统一 统一来管理 所以他这个 中央这个黑洞呢 他是一直在吸这个周围的这个资源一直吸进去 包括我们台湾有某一个财团 受到肖建华的一个很大的伤害 那他把肖建华的钱收进去以后呢 也叫台湾跟肖建华很近的这些 这些台湾的富豪呢 你就反正就是把东西卖一卖 那你 赔的钱也就算了 你近身出户就回台湾去吧 是这样的状况 台积电也是 台积电其实 台积电怎么会是中概股呢 台积电跟阿里巴巴这些东西哪有什么关系呢 但他 就用MSCI呢 把台积电纳到这个中概股里面去 那这一次 外资在杀中概股的过程里面呢 台积电在6月30号6月份 就变成全值最高的这个中概股 那就跟着被错杀 一直到 这个礼拜吧 就是这个 台积电宣布涨价 才把这个中间的这个连结给拉掉 那台湾的很多投资人呢 很喜欢 买中概股 那很喜欢买大陆的股票 手上大概都有很多的 WG 我刚讲就是说他是 左转他不会是瞬间就就结束了 那他 但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一定会有些反弹 所以我讲30年 上次我说台湾会坏30年 大家不太相信 我说中国这次调整也是漫长的20年30年 这个是 渐进式 那只是说这个20年到底是从2013年开始算 还是从2020年 2018 2018 其实你看这个过程我有一个 上海很好很好的朋友 他说在2010年之前 基本上 他感觉到每一天都是稍微比昨天更放松一点 那2010年之后呢 好像每一天都比昨天更紧一些 那这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我上礼拜有一天 一个上海的朋友 他说他跟台办的人吃饭 然后他说 台办那个跟他讲说 台湾人都跑了 他说台湾在常驻上海 那几十万啊 他说 他们最近 粗类算一下 他说剩3万 他问我这个数字到底 我说 我感觉应该有30万 那如果剩3万那就很可怕了 就是说 这个变化太大了 就是说台湾人最厉害就是他跑得很快 中国经济在这次负债这样的变化以后 他经济调整一定会很大 台湾其实有非常多人 长期都看好中国 那这个就是说我们常驻在大陆里很多了 那这一波如果整个中国经济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海商会受到什么影响 我觉得他这个目前的状况 刚刚这个主持人所提到的 他这个经济的结构已经遇到了一个瓶颈 那他的作法又不是属于那种我们一般看到的那种软着陆的作法 他就是要做的是一种甩锅 那甩锅的话你对现在能够带动你经济的动能 其实是一个伤害 那刚刚讲到的我们台上要注意到他很多的细节 其中一项的指标就是说 其实他过去都是靠不动产在带动经济 因为他的带动性很高 那你现在发现一件事情 他八大部会里面发个文出来 皇住不炒 对 不能炒 只能住 然后里面的所有的这个信贷都紧缩 那中国的这种放款里面 银行的放款里面 这个不动产开发业者跟我们一般的房贷占的比重快到28% 换句话说 我们看他的所谓的金融里面的 Credit Imports 信贷新增的部分 他是急剧的下滑 对 急剧下滑的话 房价就下来 下来之后有很多人 属于那种按揭买房 这下还不出来 那你就要去划拍 所以呢我们刚刚讲 交易里面导致的很严重的失业 你在不动产一打压下去之后 他对银行里面的带账的这种压力也很大 而且这里面的不动产业者很多有发债券 所以我们这样看的话 至少这个未来的短期里面 两三年里面到中期 中国的经济里面充满的挑战 那为什么我刚刚提到就是说 为什么中央政府 突然之间地也好 其他也好 都要把钱收回去 缺钱 也就是这样 所以他要的全民进入 那这个里面就一个概念是说 目前在大陆如果资产 你还没有在前面很敏感跑出来了 你现在要出来也很难 其实一直都有点难度 那这个就是另外一个结构性问题 你也要管制资本流出 你也很难 那他也不想让留学生出去 关外不出去 为什么都会吃掉他的外汇 所以我们现在要理解一下 就是说第一点在大陆的投资 即使你是走内需的 因为消费不会起来 所以呢 你也没有影响那么好 出国行业在目前欧盟跟美国 这些的抵制之下 也不会很好 内部里面要投资带动 他又负债累累 他也不会很好 所以可能 我们要理解一下 就刚刚社长讲到 最好的期间已经过了 接下来就是准备 他要怎么样去转成 但是中间可能会有一个振动期 因为 他过去的成长是全球化 现在正在缓全球化 那特别是说美国主张 绿色经济 欧总也是 中国绿色经济一定是受害者 因为是靠煤炭发电的 污染也很严重 所以我们这样看的话 大陆这边要谨慎 那就我们 Folio Investors来讲的话 中概股也要很小心 美国不会让中概股发行了 那即使他回到香港的话 也有问题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需要 关注的地方 我想这才能说 最后我们剩下一分钟 你来看一下 台湾的金融机构 其实 很多的部位 都跟 中国的 这个标的有关 那这个冲击会不会 让他们在 下半年之后 遭受到非常大的撞击 我跟陈博士都在金融机构待过了 其实过去 这个五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台湾的金融机构的 这个香港跟中国的 部件是一直在往下压 但是还是有了 还是有 所以冲击是一定会出现的 那 我如果用最后结语来讲 就是您刚才讲那个沉默的蝸牛 对 我说 这个整个政策下去以后呢 当然我不认为中国会 瞬间崩盘 因为这么大的国家不会 但是 他 最后 到底是共同富裕 还是共同躺平 这个是一个大家可以 那一个共同躺平的地方 我们 这个风险这么大 你怎么去做投资 这个是我想 所有的台湾的这个金融机构跟投资人都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这变化大事 你看到香港信报的林兴子先生 他 写到最近 他就宣布封笔 那他觉得不能再讲了 再讲就有生命危险 所以他就退了 你看中国经济的分析 这里面有非常多的资讯不对称 因为你如果看坏中国 那可能 你会遭到很大的风险 那最近看这些 Morgan Stanley 中国的这个首席经济师 他们所做的这些 关于左转的这些分析 你可以看到非常微妙 就是他们 表面上讲了说这是一定要做的 必要的 然后会怎么样 这个是中国将来未来的局势 但是 你在治理行间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忧虑 今天这堂课 非常有价值 那大家一定要好去思考 我相信 我们在每一次 趋势重大转折的时候呢 像今天这个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我想今天 我们谢谢陈博士 谢谢 谢谢蔡智东 回来之后听江文胜给大家的 未来的合作的报告